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中间像 是不是乘以像数啊 不用说了 我看到那个错别字了 你们把它改一改啊 好了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有了这两大公式了 咱们这节课呢 基本上就靠这两大公式打遍天下 来 咱们首先看第一题 第一题说的是在19和91之间插入五个数 使得这七个数构成一个等差数列 那么写出插入的五个数 老师先问第一个问题啊 插入五个数之后构成了等差数列 那么一共有几个 七个 七个数怎么表示呢 你看这个丑的呀 七个数还不好表示吗 你看老师的 不就是七个数吗 走 来七个 说出 够了吗 够了 够了对吧 并且第一个是19 所以最后是一个91 你发现老师在这里边写的这七个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 非常整齐 对吧 为什么非常整齐啊 因为我们知道等差数列相邻两个数之间的插值是不是应该是相等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你中间这个空就应该是一样大的 从19到91一共有几个空啊 七个空 好好数啊 六个空 几个空啊 六个空 是不是应该是有六个空的 对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空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A1第一项 这个是A7第七项 那老师再问一句吧 那如果说是从A1到A3有几个空啊 两个空 两个空对吧 那如果是从A3到A6有几个空啊 有三个空 哎 亚男同学啊 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找到这个找空的方法了吗 嗯 直接用 你的小下标是减一减什么就可以了 对 对吧 所以刚才亚男一说是七个空的书 老师就忍不住的偷笑了一下 七减一减出问题来了 事实上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少一个 是不是都不太会数啊 嗯 所以你记住试一试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因此我们说这里边一共有六个空 有六个空的话呢 说明了从19到91 是不是就隔了六个公差 对 有思路了吗 嗯 有思路了 对吧 咱们来一起说一说 那么现在的91减去19 应该是中间六个空的差值 咱们来看看等于几呢 等于72 等于72 72代表了六个空 那一个空就是啊 数以6 数以6 12 对吧 当然了咱们不能叫一个空 叫做什么 专业数语 公差 是不是叫做公差 嗯 好了 公差是12的话 那这样的话 每次是不是就是加12 加12 加12 对吧 对 好 咱们一起来加一加 第一个数应该是 嗯 31 31 那么第二个就是啊 43 嗯 55 65 67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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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个就到了 91 91了 对吧 嗯 那我们还验证了一下 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你看这道题目老师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拿方格来表示我们这些像的 对 而方格与方格之间的差值应该是相等的关系 对吧 嗯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现场的亚南同学刚才犯了一个丁点的小错误 在哪来着 嗯 隔了几个空 哎 数空的时候是没数明白 嗯 咱们所数空的数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法直接用那个下标相减 是不是直接用这个小下标相减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们这道题目最后总结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 哎 差值 这个差值就叫做啊 公差 对吧 事实上呢我们在数里边是不是就说数与数之间的间隔大小就叫做公差了 对 好了不说这么多了 同学们你们的立题第二题做的怎么样了 好 同学们咱们来看一看你的立题第二题啊 因为立题第一题第二题都比较简单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第二题说奋斗小学组织六年级的同学出去啊 也应该拉链 形成是每天增加两千米 那么一直去呢用了四天 回来 回来明显是饿了啊 回来用了三天 问学校距离百花山多少千米 哎 这道题目给出了一共有几个条件呢 有三个条件 一二三 是三个条件啊 嗯 董老师说数学找条件最好找了 就是看数就行了 每天增加两千米 去时用了四天 回来用了三天 那问我们从学校到百花山一共有多远 哎 同学们看一下 这从学校到百花山 事实上是不是让我们求一个距离啊 对 对吧 那求这个距离 我要么知道 四度时间 要么你就知道 每天走的 加在一起 就可以了 可这里边知道每天走的吗 不知道 但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条件 每天增加两千米 每天增加两千米 如果我知道其中一千的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所有天的来 对 可是一天也没告诉我们 嗯 没关系 给你一个强烈的暗示 假如说 同学们 我第一天告诉你是 A千米 那后面的天数呢 嗯 A加2 A加2 A加4 A加6 A加8 是不是都又出来了 嗯 好了我们可以上次表述一下 那这样的话 前四天 它可以表示成 A A A加2 A加2 A加4 A加6 好 前四天 还有 后三天 后三天就变成了 第一个就是 A加8 A加8 A加10 A加12 A加12 我们知道前四天是去 后三天是回 前后怎么样 相当 路程是不是一样的 嗯 那前后路程一样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做个等式了 对 来 咱们做个等式 前四天就是 A 4 A 我们口算一下 前四天是不是应该是加的一起是4A 嗯 那 其他的数加的一起看看是 246 2 12 后三天是 3A 3A 然后再加上 卡 30 哎 30 那这样的话 咱们的方程是不是就出来了 嗯 对吧 方程出来之后 剩下是不是就解方程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 请同学们自己解解方程 怎么样 解对了没有 那如果你解对的话 这个A最后求出来应该等于 18 A等于18 一旦有了A等于18了 那学校到把划山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就出来了 嗯 来 我问问雅兰同学吧 你是用前四天做的 还用后三天做的 嗯 用后三天 哎 后三天 其实都差不多 对不对 嗯 后三天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3A 加上30了 对 那他这个距离就是 3乘以18 再加上30 10 那就应该等于 84 哎呀 算的还挺快呢 哎 84 千米 那当然了 用题 别忘了 别忘了 写上 答 答题 啊 好了 同学们 答题老师就不写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老师想问大家一句啊 我们刚才在设微信数的时候 设的是第几天的 第一天的 啊 为什么要设第一天呢 因为后边的行程都是每天多2000米 哎 因为一旦设了第一天 后面行程都是多2000米 是不是加2加4加6加8 这样加比较容易啊 嗯 啊 我如果设了最后一天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但是你就变成了 减2减4减6减8减10 那减法跟加法而已 是不是加法更简单一些啊 嗯 对吧 往往我们等他数列 设的时候呢 设的最强的一个 好 亲爱的朋友们 咱们这道题呢 就暂时讲到这吧